我是在唐山做装修的大崔 今天给大家看一个我们装修完的80多平米的小房子 是怎么将空间极限利用 怎么增加收纳的 来镜头走这边 我们一进门 右手边是做了一个常规的一个鞋柜 然后往里边左手边是我们的厨房 大家可以看到 厨房没有什么特别需要说的 厨房正常的做了一个L型的柜子 然后面板是采用的是PET的 然后咱们往里面走 最特别的这个房子非常不大 但是做了好多的柜子 这块原本是一个客厅 大家看上面原本是一个客厅 然后我们把这块立出来一个柜子 小房间有看见你的需求 比如说你打算把它做成什么用 这个客厅本来就小 并且我们的房主人打算把它作为一个书房 这样供我们孩子大人学习来用 这块将来会放一个长条桌 这块是一个罗汉椅 我们这块立一个柜子 就是给它做了一个封闭性的一个空间出来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去客厅化 这套房子是粮食的 一共是八十多平米 这样就相当于多了一个空间出来 没有客厅把这片柜子做得很好 大家可以看到可以作为参照 就是很多家庭现在对于我们的电视的需求 其实是很小的对吧 这块就隔出来一个相对私密 当然这块就不用安装门了 为了我们整体的通风和通透性 来我们走看到主卧室 主卧室来镜头到那边 主卧室咱们的设计呢 就是这个衣柜是正常做的 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需要的 这边就是没有买那种成品的床 做了一个床榻 因为也是从收纳空间的一个角度去考虑 这些呢都是可以作为一个上船杆 作为一个处理的 边上呢直接做的是这个我们的一些抽屉 床头床头这块还没弄完 后期这块再做了一个软包 就放这就行了 就整个床就一直就固定在这边了 来咱们再到我们的这个小卧室来看一看 小卧室的收纳呢 一般小卧室呢 很多业主都会做榻榻米 这个房间也是这样子做的 来原本的这个门 门洞呢是在这个位置 到里面待会你会看到其中的奥秘 门洞在这个位置 然后我呢往里面给它来了一点点 来镜头来跟进来 往里面来去进来一点的目的 就是我们做了一个内嵌式的 薄的一个柜子 就是放我们的书桌 可以看到啊 我们这套房子呢 做了很多的书柜 因为无论从咱们大人和孩子角度 都是比较爱学习的这种啊 经常处于这个工作的一个状态 这样的放可以放很多很多的书 并且在我们的柜门也是有一些开放格 有一些柜门做了一个造型的存配 这边呢就是常规的一个写字桌啊 这边就是榻榻米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造型 这个房间你看房间不大 经过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改造 就将收纳基本上做到了极限 相当于 相当于它的这个定制家具的面积 比普通的30的定制家具的面积还要大 整体的这个收纳空间得到了一个极限的发挥 当然可能有人会说 这么多柜子呢会不会影响环保 我跟你讲的一个意思就是 我们尽量用好的板材 然后呢 你要考虑你个人的一个需求就足够了 就是你是怎么利用你的客厅 怎么利用你的卧室 每家都不一样啊 每家都有个性化的设计 好了我是阿崔 关注装修美 谢谢 谢谢收看